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的回答也是千姿百态的 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就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丁先生今年63岁需要夫妻生活 对于丁先生来说夫妻生活这件事情就像是一项运动 可以健身 不过夫妻生活还有两个除健身以外的好处 那就是可以培养夫妻双方的感情 以及让夫妻二人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与愉悦 所以对于丁先生来说 只要是自己的条件还允许 那么他就会一直把夫妻生活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第二位王先生今年61岁 根据自己与妻子的心情来决定要不要进行夫妻生活 王先生说自己现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每次过一次夫妻生活 身体就好几天都缓不过来 所以王先生认为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量力而行 毕竟身体才是最要紧的 第三位田女士今年60岁 有自身的需求 田女士说自己还是有欲望的 不过老伴却对于这件事情不再热衷了 认为在田女士老伴的心里 只要有女人过了更年期就没有需求了 所以田女士对于老伴很是不满 经常找老伴的茶与老伴发火 对老伴特别不好 但是最近年田女士想开了 毕竟这种事情还是需要两个人的情投意合的 是不能强求的 而且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离婚 现在田女士有需求的时候 就会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挑挑广场舞 第三位唐女士今年62岁 比较频繁 唐女士说自己与丈夫之间的互动还是比较频繁的 唐女士在这一方面比较满意 而且唐女士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两个人之间也经常会有一些肌肤之亲 唐女士认为这是两个人一直维持着夫妻生活的原因 以上就是几位男士女士的说法了 总之对于夫妻生活这件事情 人们只要去除那些刻板的印象 只要有需求身体健康 就可以适当的有规律的进行夫妻生活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在亲感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可以给我发私信